还有少数人 他还希望往上提升 行 再向上提升 那就是哲学的教育 科学的教育 古生先行 教学的有啊 不是没有啊 那么在中国 古时候没有叫什么科学哲学的 这个名词都是近代的 从西方传来的 中国传统的有没有这些 有 有没有科学 有 华严经的科学跟哲学 讲到顿风造极 新手过思的一篇论文 不长啊 很短了 说静了 我们在一起学习 用了两百多个小时 很有手有 在这种动乱的社会 灾难频繁的 这个地球 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依然能够天天生欢喜喜 发喜充满 我们从华严经里面呢 学到的 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自己懂得怎么做 对境界性情 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应 这些 我们感谢佛陀 不受佛陀教会 我们自己是决定不可能 相信科学 也能达到这个边缘 达到边缘 你是解物啊 你自己得不到实用啊 刚才讲 像西方 那个实用 那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治标不治本啊 所以西方的东西 我们一看就明了 我们这个东西 他看不懂 我们懂得这些原理原则 这个意思就不难懂了 开头讲 华严的教理 佛法讲教训 教有四种 教理行苦 教是文字 是语言 文字 语言的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是理论 道理 道理是什么呢 道理是宇宙 万法的四十真相 佛经上述语言 读法而识相 识是真实 真实的样子 明了之后 你要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叫行 你得受用啊 行在自己身上 健康 幸福 没马 行在自己身上啊 行在自然 大自然 风调雨顺了 白雾 风登啊 善火修利 再利不起 你真得去受用啊 那叫行 你要把这些理论 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 变成我们的行为 后面是鼓 鼓是什么呢 鼓是你不断向上提升 在佛法讲 你成了阿罗汉 你成了菩萨 你成了佛 不断向上提升啊 佛门里面讲佛 菩萨 阿罗汉 是学位的名称 像我们读书 向上提升是吧 你拿到学识学位了 大学毕业了 研究所毕业了 你拿到书识学位了 博士班毕业了 你拿到博士学位了 这不断向上提升 佛 是佛门 佛陀教育最高的学位 是佛陀 第二个学位 菩萨 第三个学位 阿罗汉 是学位的名称 我给你 爸爸 每个学位 都来做 一年 一年 个学位 的学位 失识学位 你 如果 是 都去 识论